各位觀眾朋友 接下來這段影片就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是如何的在採收我們的咖啡 那目前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正在採收我們的咖啡豆 當你看到兩位正在採收的工作人員 他們穿著這個制服 或許你會不清楚為什麼他們要穿著這個制服 那這個制服就是代表我們是道地的咖啡農 也就是原住民的咖啡農 因此每一次在採收的時候 他們都會穿著傳統的服裝採收 那我們採收的方式是以紅色的咖啡豆進行採收 那綠色部分我們不採收 我們會留到下一梯子再進行採收 所以你看到的每一顆咖啡豆 紅色的也就是他們現在手裡所採收的 這些都是我們稱為人工調豆採收 現在市面上你所喝到的咖啡豆一般都是商業豆 商業豆的採收跟我們這種高級豆採收 採收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以新鮮最紅的先採收 那商業豆的採收方式 它是紅色綠色都一起採收 這樣的品質是不會穩定的 也不會好 豆也不會好 因此我們一再強調 我們完全是人工採收 而且以挑紅的來採收 我們在這裡 我們用來採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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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些热会 确认 确讨处理